从君臣关系看,纪晓兰公开冲撞了当朝皇上,狂被反上 从同事关系看,纪晓兰和嘉亲王永远发生了矛盾,严重影响了军机处内部团结 更何况嘉亲王永远还专门上折弹劾了纪晓兰 乾隆皇帝就不能不过问此事了 叫来当时在场的刘庸,乾隆皇帝问道 这嘉亲王和纪晓兰是怎么回事 注意乾隆皇帝对两人的称呼,纪晓兰还是纪晓兰 但对永远却强调了其嘉亲王的身份 称呼不同代表的意思自然不同 乾隆皇帝的意思非常明确 永远是堂堂亲王是主子,纪晓兰不该冲撞 好了,既然领导有了态度暗示 刘庸自然知道该如何战位 臣也深感纳闷 纪晓兰平时虽是文人脾气 可于正事上,他一向是非常谨慎 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就像吃错了药似的 硬是跟嘉亲王拧着来 看见了吧,嘉亲王永远一点错没有 全是纪晓兰吃错了药 只是如果纪晓兰吃错了药 那么他顶撞嘉亲王的罪过也就是无心之过 乾隆皇帝当然不会答应 于是乾隆皇帝反问了一句 吃错了药 刘庸一听,领导这是不满意啊 得赶紧换个说法 臣可能比你不大 但纪晓兰那天确实反常 不是吃错了药 那我说纪晓兰行为反常 具体原因由您来定行不行 行了,这个罪过确定了 乾隆皇帝开始落实纪晓兰的下一个罪过 纪晓兰以前逛过窑子吗 根据清朝的官员行为准则 在职官员严禁辖计 正常情况下 臣子顶撞皇子以后 定会惶恐不安或者上者紧碎 为何还要心思继续犯错 更何况根据刘庸的说明 纪晓兰从未有过游逛青楼的习惯 对于纪晓兰一连串的反常表现 刘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臣就想他怎么会那么糊涂呢 弄得好多人都知道了 这事事后臣问过他 他不做任何辩解 毫不抵赖 并说是确有此事 接连犯错 故意弄得全程风雨 甚至还毫不避讳 毫不抵赖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谣 纪晓兰一连串的反常 必然会引起乾隆皇帝的猜忌 所以乾隆皇帝不认为 纪晓兰是心血来潮 更非一时糊涂 而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和打算 他是故作糊涂事 故意造成不可逆转局 为的是好躲开阵 一句话 纪晓兰故意犯错 故作糊涂 就是为了避开这个混乱的时局 避开逐渐昏溃的乾隆皇帝 避开很可能会卷入其中的夺敌之声 只是对于纪晓兰此等表现 乾隆皇帝难道就不生气 当然不可能 我们来看乾隆皇帝接下来的一句感叹 什么叫做孤家寡人呢 平日里 君主称自己为寡人 那是用以自前 称自己为孤家 更是着重强调高处不胜寒 可你如果真将其视为孤家寡人 或者用实际行动 将其逼成孤家寡人 那你就是作死了 由此可见 乾隆皇帝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只是油逛青楼 不足以将纪晓兰逐出军机 如果就冲撞皇子的罪过 称治纪晓兰 又有着明显的互独子表现 所以乾隆皇帝必须寻找另外的理由 惩治纪晓兰 就纪晓兰这个级别的官员 论功很容易 论过更容易 有些过错 领导素质里不问 并不代表他不在乎 并不代表他就原谅了你 因为这是一个把柄 一个能够制约你 更能于适当时机惩治你的把柄 那么纪晓兰身上有着何种过错呢 受乾隆皇帝指派 刘雍连夜找到纪晓兰 准备清算其连日来的故作糊涂 见到刘雍 纪晓兰一脸轻松 问题也是直切了当 其实纪晓兰原本想的非常简单 冲撞了皇子 游逛了青楼 军机处最起码不能再待 但或许还能保留官职级别 调往虚职部门 担任一个虚职官衔 只要不卷入朝廷的乱局 只要远离统治阶层和权力中枢就行 所以纪晓兰犯下的错误都是小错 不足以降级 更不足以要命 只可惜 纪晓兰的故作糊涂得罪了乾隆皇帝 甚至将乾隆皇帝当傻子耍了 所以乾隆皇帝不会原谅他 必然会给出更为严厉的惩治 刘雍掠过纪晓兰的小错 直接挑明了乾隆皇帝掌握的把柄 此时的纪晓兰压根儿想不到自己的荒唐行为 会和自己的亲家有什么关系 一脸疑惑地给出肯定回应后 刘雍道出了原委 严查亏控贪夺案事发之后 其他的贪官污吏 均名正典型一一法办 唯有卢建增查无实据 皇上让我问你 你当时怎样给他通道风报的信 根据青史稿记云传的记载 这件事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乾隆33年6月 两怀严查贪毒案爆发 时任汉林院试读学士的纪晓兰 偷偷给自己的亲家卢建增泄露了消息 使得卢建增躲过了朝廷派遣的调查组 侥幸避过一劫 奈何这件事最终事发 纪晓兰最终落得发配乌鲁木齐戍边的城市 乾隆皇帝所掌握的把柄 剧中刘雍所言 就是这件事 只是时间明显不对而已 听到这件事 纪晓兰立马明白了乾隆皇帝的意思 我当时是用信封 装了点盐和吸血茶叶 寄给了我的亲家 没留一个字 可意思是告诉他 朝廷已知道了他的盐查亏空 就此来看 乾隆皇帝早就清楚 纪晓兰参与了这件事 但却始终忍着没有发作 就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等待一个能够用得着的机会 冲创皇子 真不好意思惩治你 游逛青楼 朕没办法惩治你 但提前泄露朝廷调查贪毒案的信息 使得贪官躲过调查组的调查 这个罪过怎么样 能不能治你 能不能让你后悔自己数日来的荒唐 有了这个把柄 纪晓兰明白 皇上是要按这个罪名 将我逐出军级处啊 只是 纪晓兰还是太自信了 还是低估了乾隆皇帝的报复心理 如此挑战乾隆皇帝的底线 仅仅被逐出军级处就能了事 最终纪晓兰落得发配边疆戍边的结果 发配当天 阿贵和刘庸出城相送 阿贵耿直 心中始终纳闷纪晓兰所为 刘庸带纪晓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黄生玉籍六十年归正与否 高深莫测 永远永兴 又跃跃欲试 于是大臣们就人心惶惶 钻影揣渡各显神通 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 可水下呢是波涛汹涌 时局起伏 事所难免啊 概括起来原因有三条 一 不愿参与乾隆皇帝的善位问题 二 不愿参与皇子之间的夺敌性 三 不愿面对这混乱不堪的朝廷乱局 如果换成平时 就凭纪晓兰的智商或能应对 但春秋越来越高的乾隆皇帝已经逐渐昏溃 他又不想像刘庸一样虚与威夷 模棱两可的混迹官场 所以他就只剩下一个选择 远离朝廷 远离这滩浑水 可正如阿贵所担忧的那样 纪晓兰故作糊涂远离朝廷 万一永远都不会被调回京城怎么办 其实纪晓兰压根就不用担心 因为朝廷离不开纪晓兰 就算将来永远登基为帝 也绝对离不开纪晓兰 纪晓兰何许人也 天下读书人的领袖人物 士族阶层的巅峰代表 失去这样一位人物 就等于失去了对天下读书人的牢固控制 就算乾隆皇帝年事已高不用在乎 但永远初一登基 正需要纪晓兰这样的读书人领袖 为自己造势 立威 维稳 所以纪晓兰绝对不会永远被逐出京城 更何况纪晓兰于军机处顶撞嘉亲王永远 正好让永远找到了一个立威机会 他也迟早会明白这个道理 在乾隆皇帝的精心呵护下 在和亲王红咒的细心教导下 黄石屋子永远不可谓不成熟 早已不是曾经的莽撞皇子 可就算如此 他也到底没能玩过已经修炼成精的纪晓兰